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在创造财富的世界里,有一个神奇的词经常与成功形影不离,这个词就是资产。 但究竟什么才叫做资产呢?为什么它在你的财富之旅中如此重要呢? 从根本上说,资产就是你拥有的所有那些能不断增长并为你创造收入的东西。 通常,这种增长和收入都是不需要你主动地付出努力的。 简单来说,所有能够让你不断地赚到钱的东西都是资产。 而资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通过一个叫做复利的过程,让你的钱成倍地增长。 这就是说你的钱能给你赚钱,这样你的钱就好像放进了聚宝盆一样,钱生钱越来越多。 这种复合效应是财富积累的关键。 更妙的是,许多资产可以产生被动的持续的收入。 这意味着你不主动付出劳动,也能赚到钱。 就好像你种下了一棵摇钱树,即使你不去精心地照料它,它也会不断地结出果实。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有史以来最优质的12种资产。 它们不仅利用了负利的力量,而且还能持续产生被动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让你一步一步富起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要点赞订阅。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你的健康。 毫无疑问,健康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是你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 老话说,留得青山寨,不愁没柴烧。 它是你积累和享受财富的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说财富的事情才有意义。 健康的身体能够帮助你赚取收入,做出合理的财务决策,享受充实的生活。 对健康的投资不仅仅是说你要花医疗费用,还包括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对你的长期财务安全有着深远的影响。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在健康上的投资是你所有财富积累策略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要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涉及到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定期锻炼、均衡饮食、充分休息、压力管理和预防性保健。 如定期检查、筛查,还要养成健康的习惯,让你能够在健康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更加深入之前及时发现和预防。 这些努力不仅能够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而且对你的精神和情感的健康也有帮助。 当你身体健康时,你就会更有精力,头脑更加清晰地去追寻事业上的机会,做出合理的财务决策,更充分地享受你的财富。 此外,健康的生活方式还可以减少医疗保健费用,这样你能够用来储蓄和投资的钱就更多了。 积累财富的速度也就更快了。 在健康上投资是对你的整体生活质量和长期财务安全的投资。 第二,个人退休账户。 个人退休账户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各国根据自身特点设立了不同的退休金制度。 这些账户的共同优势在于他们提供税收优惠,加速投资增长。 通过长期投资,利用复利效应,个人能够积累一笔可观的退休资金。 此外,多样化的投资选项使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目标灵活配置投资组合。 以美国为例,个人退休账户和401K等退休金账户不仅提供税收优惠,还允许个体纳税人利用自己的收入购买投资资产,以此规划退休后的收入和财富积累。 这些账户在投资选择和提前取款方面提供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退休金制度结合了退休金和企业年金,由雇主和员工共同负担。 但在投资和提前取款方面的灵活性相对较低,个人无法在退休前合法提取资金。 台湾实行的是强制性退休金制度,包括劳保退休金和职业年金,更加注重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同样在投资和取款的灵活性上有所限制。 因此,如果你来自其他国家,了解和研究当地的退休账户制度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规划退休生活,还能确保你的退休资金能够充分利用复利效应,为你的未来提供稳定的财务保障。 第三,共同基金 对很多投资者来说,共同基金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特别是在你刚刚开始你的投资之旅的时候,这尤其适合你。 共同基金简单来说,就是把很多小额资产所有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并由专业的投资组合经理管理。 共同基金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特定的财务目标,实现长期的资本增长,创造收入或实现基本的平衡。 共同基金的一个最为显著的优势就是分散投资,投资了共同基金就代表你投资了各种各样的股票、债券或其他债券,将风险分散到了多种资产上。 这与个人持股不同,能够大大的降低单一的某一个股票大跌对你造成的影响,所以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风险比较低的选择。 共同基金的种类有很多,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一套特点,有自己的目标,比如说股票互惠基金就主攻股票,债券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混合型基金则会把股票和债券结合起来。 这种多样性使投资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目标定制投资组合。 投资共同基金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和投资单位来选择基金。 通常你可以步子迈小一点,先从很小的投资开始,而且很多共同基金还能为你提供自动投资的服务,这样想要制定一个系统性的投资计划就更容易了。 但同时,要想选择共同基金,那你就必须要充分了解共同基金相关的管理费是怎么回事。 这些费用我们称之为费用率。 用于支付基金的运营成本,是以你投资的百分比表示的。 费用率肯定是越低越好,费用率低,那你就能够留下的收益的比例自然就更高了。 第四,指数基金。 近年来,指数基金因其操作简单,并能为投资者提供诱人的收益而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这些基金都是被动的投资工具,说到底,就是跟着那些特定的市场指数,像是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这样的指数表现走。 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手和有经验的投资者都颇为青睐的选择,是因为它有几个关键的优势。 指数基金的主要好处之一是成本低,因为它本身就是跟着其他指数的表现走的,所以不用主动地一个一个地去挑选投资。 因此,投资指数基金的相关费用一般都会低于需要主动管理的共同基金。 费用比较低就意味着从长期来看,落到你口袋里的回报就更多了,这会极大的加速你整体财富的积累进程。 多样化是指数基金的另外一个显著的优势。 投资了指数基金,你就搭上了各个投资工具的快车,具体上哪辆车就看它跟踪的是哪种指数了。 这种多元化能够帮助你把风险分散到不同的资产类别上,减少这种一家公司或者一个行业的糟糕表现对于你产生的影响,是一种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指数基金这种注重长期回报的特性注定了它们会极为适合那些买入和持有策略非常被动的投资者。 投资了指数基金,你就不用再努力地去捕捉市场的时机,也不用绞尽脑汁地研究每一只股票,只需要投资这一个指数基金,你的钱就能够随着时间被动增长了。 相比于其他的投资选择,主要的指数长期以来都呈现出了稳定的增长,表现非常稳健,事实胜于雄变,这也是他们受欢迎的一个无可辩驳的原因。 投资指数基金还超级方便,只需要通过经济账户就能够随时购买,市场时间之内你只需要动动小手,就能在任何的时间买卖股票。 有了这种流动性,你就能够根据自己的财务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轻松地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此外,你还能建立自己的自动投资计划,这样你就能够定期投入固定的金额,利用成本平均法不断地获益。 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记住,指数基金不能像主动选股那样提供潜在的外部收益,他们要做的是捕捉整体的市场表现,这意味着你的指数收益不会有特别离谱的大起大落。 此外,虽然与许多其他投资选择相比,他们的风险是比较低,但他们并非完全没有风险,整体市场的低迷照样会影响到他们的表现。 第五,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和共同基金类似,他们也是非常的多样化,有专业的管理,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关键的区别。 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就是,ETF是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是日内交易,这就意味着只要在交易日之内,你随时都能够按照ETF股票的市场价格进行买卖,这就提供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共同基金就不一样了,通常只在交易日结束时定价和交易。 相比于共同基金,ETF的费用率通常会更低一些,这对于那些想要降低成本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ETF的结构也决定了他们相对来说是能够节省税款的。 当你出售ETF时,一般都算作是资本损益,而共同基金赎回可能会触发资本收益分配,这就可能会影响税额了。 ETF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能够跟踪各种不同的行业,你可以投资追踪标普500的ETF,也可以投资跟踪任何基准指数的ETF。 这种被动的投资方式对于那些想要把宝压在特定的细分市场,但是又不想要挑选股票的人来说是非常经济实惠,简单易行的选择。 但是你也必须要意识到,有一些ETF是非常专业化,很有针对性的,他们的风险可能会更大,杠杆加得更大。 像是反向ETF就是用来做短期交易的,由于其相对来说更高的风险,非常复杂的设定,就导致它不太适合那些长期的投资者。 第六,股票市场。 一般来说,投资个股是公认地参与到经济增长,不断积累财富的最为直接的方式。 当你购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就成为了这家公司的部分所有者。 你的回报是基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股票价格表现的。 股票市场的主要吸引力之一是潜在的高回报。 综合漫长的历史,从长期来看,股票的表现是优于大多数其他资产类别的。 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股票常常会大起大落,可能会有很大的波动, 价格在短期之内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波动就是机会和风险并存的根源。 想要在股票市场内纵横驰骋,游刃有余,你就需要对你感兴趣的公司进行彻底的研究, 考虑公司的财务状况,竞争地位,增长前景和管理质量等因素。 你也可以用上各种财务上的比率,像是市盈率这些,来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 判断清楚它的股票是被低估还是高估了。 股票市场投资还有一个基本概念,是分散投资。 如果你能够将你的投资分散到不同的股票,不同板块和不同行业的话, 你就可以减少某一个公司表现好坏对你产生的风险。 分散投资可以通过共同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或建立自己的个股投资组合来实现。 长期投资是在股市财富积累的关键策略。 当你能够常年持有你的投资的时候,你就能平稳地度过市场波动的时期, 获得复利效应产生的收益。 从历史数据上来看,股票的平均年回报率是要高于通货膨胀的, 所以它能够帮助你实现财富随着时间的稳步增长。 虽然说没有神奇的魔法能够让你掌握股票市场的短期走势, 但是你还是能够采用各种像是价值投资、成长型投资或者股息投资之类的投资策略, 指导你的选股过程。 你要记得,投资股票就要有一颗强心脏, 你必须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承受能力,愿意去承担市场的波动。 明智的选择是要设定明确的财务目标,创建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并且始终密切关注了解你投资的公司。 第七,分红股票。 分红股票是股票市场当中的其中一个类别, 但它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能够吸引一类特定的投资者。 发行这些股票的公司会定期把它们收益的一部分 以股息的形式分发给股东。 每一股股票都会有股息的收入, 一般我们认为这算是一种被动的收入来源。 分红股票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它们会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的收入。 对于那些想要有定期入账的投资者来说, 分红股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些分红能补充你的收入,支撑你的生活, 也可能用来再投资,去购买更多的股票。 这在长期必定会为你财富的加速积累,做出巨大的贡献。 分红股票对于那些追求稳定可靠, 愿意长期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那些一直能支付分红的公司通常更加成熟, 财务上更加稳定,这可以降低你承担的风险。 这种分红股票能够成为你对冲市场表现低迷的一种手段, 因为你从这里得来的收入能够帮助你抵消股票暴跌的潜在损失。 分红股票的类型有很多,这当中就包括蓝筹股。 蓝筹股就是一直以来稳定可靠的大型成熟公司发行的股票。 我们通常认为蓝筹股是分红股票投资组合的支柱。 而大家嘴里所说的股息贵族指的就是那些标普500指数当中连续25年或以上派息。 而股息每年至少增长一次的股票。 长久以来,这些股票从来没有减派股息。 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股息贵族, 对那些非常在意收入的投资者产生莫大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股息股可能没办法像某一只股票那样一飞冲天, 达不到那种惊人的增值水平。 但是它们会为你提供持续的收入流来弥补收益潜力方面的缺陷。 此外,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当股价大幅度波动的时候, 它们总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是非常不错的资产。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你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分红股票都是一样的。 投资之前的彻底研究至关重要。 研究一家公司,你就要评估它的财务健康, 它历史上的分红状况和它的增长潜力。 要看股息支付率这样的指标, 它显示的是一家公司股息支出占收益的百分比。 当派息率比较低的时候, 就说明它有着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未来的估计的增长潜力也更高一些。 房地产投资可以说是远远流长, 经历了时间检验,能够有效积累财富的方法了。 千百年来,靠房地产发家的故事数不胜数, 人们购买房产的目的有很多, 例如产生租金收入、资产增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房地产的一个最主要的好处就是, 它能够产生租金收入, 从而具有让你获得稳定现金流的潜力。 如果你有一套出租的物业, 租客就会定期向你支付租金, 这就能给你带来可靠的收入来源。 此外,当你还清按揭贷款, 房产升值的时候, 你手里的资产就增加了, 你的财富就增长了。 人们喜欢房地产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资产增值潜力。 这个好处人尽皆知, 虽然市场必然会有波动, 但是从长期来看, 房地产是会慢慢增值的。 结合过去的数据来看, 长远看来, 房地产必定水涨船高, 这样当你决定要卖出这处房产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不菲的投资回报。 说到房地产, 李嘉诚说过, 决定房地产价值的因素, 第一是地段, 第二是地段, 第三还是地段, 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天差地别, 因此一定要研究和选择 最有潜力的地区的房产才行。 房地产的另一个优势是杠杆作用, 在房地产投资这方面, 我们往往需要按揭借钱来购入房产, 这就代表你能够四两拨千金, 用很少的初始投资掌握更大的资产。 当房产升值时, 杠杆可以放大你的回报, 但杠杆必然也会增加风险, 因为你必须要按时支付按揭贷款, 房地产投资的形式多种多样, 包括住宅物业、 独栋房屋、 公寓、 商业物业、 写字楼、 零售商店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 对于那些想要接触房地产市场, 但是又不想直接拥有和管理的人来说,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他们通过集中投资房地产资产组合来保持流动性和多样性, 但是房地产投资是需要积极的管理和承担风险的。 有了这项资产, 你就必须要承担物业维护和租户打交道, 还要把握房地产市场的周期。 市场状况既会影响租金收入, 也会影响房产价值。 所以说投资房地产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 此外, 虽然我们前面说可以利用杠杆, 但房地产和其他的投资相比, 还是需要更大量的前期资金。 这当中包括首付款、交易的费用, 还有潜在的装修费用等。 第九, 政府债券。 政府债券是公认的最安全的投资之一。 它是政府为各种各样的项目筹集资金而发行的债务工具。 政府可能是为了公共项目融资, 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其管理的预算。 这些债券通常会受到那些重视安全和稳定, 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的投资者的青睐。 因此成为了很多投资组合重要的组成部分。 政府债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可靠性。 它们都是政府背书, 由政府的信誉作为支撑的。 也就是说, 政府发行了债券就承诺会偿还本金和利息。 这种还本付息的保证使政府债券成为了那些把资本保值放在第一位, 不那么追求高回报的人的上上之选。 政府债券的种类也很多, 比如美国就有短期国库券、 国库票据、 国库债券。 在美国, 这几种证券的期限各不相同。 短期国库券的期限最短, 从几个月到一年不等, 国库票据的期限为两到十年。 国库债券的期限则会超过十年。 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 与他们的投资时长相一致期限的债券。 此外, 政府债券会定期支付利息, 这就为投资者提供了可预测的收入流。 一般来说, 这些利息还是很准时很靠谱的。 政府债券所赚取的利息通常免征周税和地方税, 美国有的债券还能免受联邦税。 这样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项投资在税收方面还是很占优势的。 政府债券的流动性也很强, 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轻松买卖, 流动性保证了灵活性, 也就是说, 投资者需要的时候不必等到债券到期是能够拿到钱的。 虽然说政府债券是无可争议的低风险投资, 但是相应的, 一般来说它的回报水平都没办法和股票和公司债券相提并论。 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普遍较低, 这与它的安全性是相对应的。 对于那些着眼长期的投资者来说, 政府债券的回报可能只会略高于通货膨胀。 第十, 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指的是, 在各种交易所以标准化形式进行交易的原材料或初级农产品, 它们可以分为几大类。 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商品, 小麦和玉米等农产品, 以及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 投资大宗商品是多元化投资策略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 之所以将大宗商品视为一种投资, 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它们有对冲通胀的潜力。 在通货膨胀或经济波动较大的时期, 许多商品的价格往往会上涨。 举例来说, 当投资者在经济动荡的时期, 想要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的时候, 对于黄金的需求往往就会上升。 大宗商品还可以使你的投资组合多样化, 它们通常与股票和债券等传统资产的相关性较低, 这意味着它们的价格走势不一定会和其他类别的资产的涨落相一致。 没那么高的相关性就意味着大宗商品的投资 有助于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 能在其他资产表现不佳时提供潜在的回报来源。 对大宗商品的投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 比如购买金币或桶装原油等食物商品, 也可以购买大宗商品期货合约或追踪特定大宗商品行业表现的ETF。 追踪大宗商品表现的ETF对于投资者来说尤其方便, 而且它们还是一种能够提供流动性、透明度和多样性的资产。 但你心里一定要清楚, 投资大宗商品有它自身的风险, 大宗商品可能会因供求的改变, 地缘政治因素和货币变动而波动。 此外, 手握黄金等食物商品还可能会带来存储成本的上涨, 有一定的安全问题。 具体采用哪种方法投资大宗商品, 应该要与你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相一致。 一些投资者是将大宗商品作为一种对冲手段 或增加投资组合多样化的一种方式, 而还有一些投资者则是会活跃在大宗商品市场上, 想要利用短期的市场波动来快速赚取收益。 想清楚大宗商品在你的整体投资策略中的作用也很重要。 大宗商品可以被用作投资组合的稳定计, 通胀对冲的工具也可以成为你投资回报的来源。 就看你的投资目的是什么了, 关键是要仔细评估大宗商品的风险和收益, 要确定它们对你的整体投资计划是不是适配。 保护性资产 保护性资产是指个人或企业能够用来保护其创造性的作品 或创新成果的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 这些知识产权包括了所有为创造收入和积累财富 提供了宝贵的机会的版权、专利和商标。 其中版权保护主要适用于作者的原创作品, 如书籍、音乐、电影、软件和艺术创作。 当你有了一部作品的版权, 你就拥有复制、发行和展示它的专有权。 这种独有的权利能够帮助你以各种方式获利, 包括许可协议、版税和销售等。 比如说,当音乐家的音乐在电台播放、 线上播放或用于广告时, 他就可以拿到版税。 当作者的书被出售或改编成电影时, 他们就会获得收入。 这些收益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 从而提供持续的收入流。 专利会保护发明和创新方法, 授予发明人在特定时期内制造、 使用和销售其创造的专有权。 当专利持有者与公众分享他们的发明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从自己的知识产权当中获利。 专利通常用于技术、制药和制造业等行业。 成功的专利持有人可以将他们的技术 授权给其他公司或组织, 允许他们使用和开发专利技术, 以换取收入。 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将专利直接出售给那些 专门收集各种知识产权的公司, 商标是在竞争当中区分和保护品牌和产品的符号、 文字、短语或设计。 时间往往会赋予其品牌价值, 强有力的商标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 是金字招牌, 在市场上一出现就能获得信任和认可。 品牌所有者可以将其商标授权给其他企业用于各种产品或服务, 这种许可可以产生特许权使用费或特许经营费。 此外,随着品牌声誉和认知度的提高, 商标就会成为潜在买家和投资者眼中的香波波。 需要注意的是, 保护和维护这些保护性资产可能是一个复杂而昂贵的过程, 需要法律专业知识, 此外,知识产权的保护因国家而异, 所以你可能需要认真研究各个国家的相关法律, 才能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企业所有权 所有人都知道拥有和经营一家企业是最直接、 最高回报的积累财富的方式之一。 你能够凭借自己的技术、想法和心情的工作 建立一个能够给你带来丰厚利润的企业。 掌握所有权能够采用多种方式, 包括创办自己的公司、 收购现有企业或投资合伙企业。 自己创业给你提供了一个开创自己事业和创新的平台。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想法, 开创新的产品或服务, 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出自己的应对。 创业往往需要承担你已经充分了解的风险, 而风险则可能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能够创办解决特定的市场缺口的企业, 或者引入一个人人喜闻乐见的创新问题解决方案, 以此来积累财富。 拥有企业的一个主要好处是有了能够获得更高收入和利润的可能。 成为企业主之后, 你就能设定自己的价格、管理成本、扩大经营规模, 从你的业务中产生的利润还可以用来再投资, 助力你个人财富的增长。 成功的企业往往可以提供大量的现金流, 并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 积累大量的价值。 一个成功的企业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笔有价值的资产。 由于收入和利润的增长, 像新市场的扩张或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发展等因素, 企业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值。 如果你决心要出售公司的话, 那么这种商业价值的提升就能够成为你财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来源。 企业的所有权还能给你带来各种税收优惠, 像是扣除业务费用、资产折旧和研究开发之类活动的税收敌免等, 都能够减少你的税款,帮助你积累财富。 合理的税务规划可以帮助你减少纳税额, 留下更多的钱用于投资和财富积累。 投资企业可以让你的财富积累策略更加多样化, 虽然很多人选择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传统资产, 但拥有一家企业的风险和回报是不一样的。 分散投资可以帮助你降低风险, 还能够带来更加稳定的长期回报。 我们前面说到了企业所有权许许多多的好处,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当中的挑战和风险, 这当中包括财务上的风险, 经营一家企业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劳心劳力, 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来自其他类似企业的竞争, 企业的现金流管理,法律和监管义务, 还有不论你是想卖掉企业还是要把它传承下去, 或者直接关掉,你都需要有企业的退出策略。 经营企业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它需要尽心尽力地工作, 无限地风险精神, 随机应变,勇敢面对变化和挑战的心。 积累财富是一个过程, 没有能保你陡然而复的道路, 它需要自律,不断学习和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态度。 你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产作为你的框架, 制定适合你个人财务状况, 基于你目标的策略。 只要你勤奋有耐心,假以时日, 你的财富一定会增长, 你必然能够实现财务自由。 那么现在你手里握有什么资产, 对这些资产你又有什么规划呢? 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吧。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堆积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